世界级摇滚天团联合公园,Lating Park主唱查斯特,Chester Bennington,于7月20日在家中上吊自杀,让全世界的歌迷粉丝都悲伤不已。 而根据美国TMZ的报道,原来在她过世前不久,她才刚买了一栋新豪宅给家人住。 查斯特与第二任妻子塔琳达,Talinda Bennington,育有六名子女。 两人感情也非常融洽,而在查斯特离世前二个月,她狠砸了250万美元,月薪台币7560万元,买了一栋豪宅给家人居住。 这栋豪宅位于加州的伯洛斯福迪斯庄园,Pellos Verdeas Space,占地约110坪,拥有五间卧室,四间浴室,后院还有个游泳池。 当她购买豪宅时,她还很开心地与友人分享乔街的喜讯,演说了不少未来的计划。 当时还看不出她有自杀的念头。 在房子正式过户的前几天,查斯特的好友声音花园,Soundgarden,的主唱在底特律结束演唱后在饭店房间内上到自杀。 相信这是让查斯特决定自杀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。 目前查斯特的自杀动机还在调查当中,因为自杀现场只有一些空酒瓶而没有留下遗书,家中也没有找到非法药物和处方药。 初步判断无用要迹象,只能等验尸报告出炉才能知道多一些资讯。 有人推测年纪不过41岁的查斯特因为小时候的阴影,长大之后仍然被这些小时候的噩梦所苦。 加上好友的离世才让她也有了轻生的念头。 真是天奇英才。